人警巡逻到一半看到前方两人有点怪怪的 男子骑着没车牌的机车 顶着前面的电动二轮车 而坐在二轮车上的女子则是用两只脚滑啊滑 这样半推半滑的前进举动实在很可疑 人警拦下两人 但他们直直误误解释的不情不楚 原来这车根本就不是他们的 事发地点就在宜兰东山 11后晚上远近巡逻时 发现两名外籍移工骑车的方式诡异 上前栏查后发现车子是偷来的 警方进一步到两人住处 还发现猴几辆的微型电动二轮车 近期有不少民众报案 停在罗东火车站周遭电动二轮车被偷 警方寻现追查 就是这两名移工顺手牵羊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 偷来的车子用途 而两名嫌犯都是印尼籍移工 一切到罪移送法办 男子遭到羁押 而女子因为逾期拘留 因此送往移民署收容 人警发现两人的前一小时 才刚接到车辆失窃报案 马上出动巡逻 成功就逮到两名电动车贼 新闻简单传来听 一来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现在的新闻良心 支持明镜与您的医疗 并非读